张高丽强行发生关系 夫人把风 家人资料曝光 习近平隐身 拜登抓住机会学单一带一路 太软弱 拜登跑了一趟欧洲 又哭又笑又道歉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2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的万维独播 我是Jennifer 中国知名网球女将彭帅2日深夜突然在微博发文 揭露当年曾遭到年龄相差一倍以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前常务副总理张高丽强行发生关系 这一重大国家级丑闻引发港台及海外网友热烈讨论 国外体育网站也已经报道此事 彭帅的个人安危和曝光此事的动机也引发多方猜测 此外 张高丽的家庭状况以及夫人康杰的背景资料 也被网友挖掘出来 彭帅在爆料的微博中提到 三年前 张高丽副总理你退休了 找天津网球中心的刘大夫再联系到我 约我打球 在北京的康明大厦 上午打完球 你和妻子康杰一起带我去了你们家 然后把我带进你家的房间 和十多年前在天津时一样 要和我发生关系 那天下午我很怕 根本没想到会是这样 一个人在外面帮忙守着 因为谁都不可能相信老婆会愿意 七年前 我们发生过一次关系 然后你升常委去北京就再没联系过我 为何还要回来找我 带我去你家逼我和你发生关系 彭帅的爆料还说 那天下午我原本没有同意 一直哭 晚饭是和你还有康杰阿姨一起吃的 你说宇宙很大很大 地球就是宇宙的伊丽莎 我们人类连伊丽莎都没有 还说了很多很多 就是想让我放下思想包袱 对于彭帅此次的爆料 有中国网友回应 惊呆了 这个级别的举报有点高了 瞬间微博贴吧知乎百度 啥都没了 目测彭的结局是人美了 宇宙那么大 地球是伊丽莎 这种话很像张常伟的口头铲 彭身临其境不像是编的 太狗血了 这是个充满瘦的世界 同志们千万不要在国内分享这个 小心炸号 也有中国网友指出 这种直接带国家领导人名字的微博都要人工审核的 互联网时代一分钟就永存了 没人支持他都发不出来 当年在天津 跟一些官员闲聊 说张书记身体好 不用睡觉 早上四点多就起床锻炼 五点多就通知各部门官员开会 工作非常勤奋 因为当时还处于晋升常委的冲刺之中 特别需要政绩 没想到还能两不耽误 张高丽的家庭状况 以及夫人康杰的背景资料 事实上曾经被中共官方媒体披露过 BBC中文网早在2013年3月17日的报道中就这样写道 新华社周日发表文章介绍中共新任的四位副总理和五位国务委员 其中首次披露了新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张高丽的家庭状况 新华社的报道文章透露 张高丽一家三口人 夫人康杰是他在冒名石油公司工作时认识的同事 即将退休 他的儿子从事院校毕业后分配在部队基层单位工作 目前是个副联级干部 不过报道并没有披露张高丽儿子的名字 中共十八大举行期间 新华社也曾连续发表有关7名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特写文章 并且披露了6名常委的配偶及子女状况 但唯独没有张高丽的家人资料 因此曾引起海内外媒体的一些猜疑 而香港亲北京的媒体《大公报》 2012年12月27日也发表文章 独家披露王岐山、张高丽生活 其中也引述张高丽一位老同学表示 张高丽有个养女 是她堂哥过急给她当女儿 香港《苹果日报》也曾经报道说 张高丽女儿张晓燕的丈夫是香港区全国政协委员 香港上市公司信义集团董事局主席 李贤一的儿子李盛波 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则报道说 李盛波本人不但是信义剥离的大股东 她还是香港17家上市公司的董事 而张晓燕是在张高丽主政深圳时嫁给李盛波的 不过新华社发表的报道中 完全没有提到张高丽有女儿或者养女 似乎是有意否认此前香港媒体的有关报道 11月2日拜登已经在罗马和格拉斯哥待了5天 参加了早些时候的20国集团会议和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习近平不出席该会 似乎在津津有味的隔山观虎斗 但也给拜登等西方政要以机会抨击他力推的中共一带一路倡议 拜登在气候大会上提出 民主国家将以建设更美好世界计划 用更环保的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众所周知 为了替代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 在四个多月前的G7峰会中 与会领袖宣布通过一个全新计划重建更好世界 计划在2035年前协助发展中国家 新建价值40万亿美元的基础建设工程 西方国家希望推行该计划的方式 会有比中共一带一路有更大的透明度 更加环保 并可以避免重犯中共一带一路倡议 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债务等问题 美国总统认为 西方国家因齐心协力支持发展中国家基础建设 这将是一个证明民主有望实现目标的机会 关于中共一带一路的规模和存在的弊端 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的ADATA研究实验室 在今年9月29日发布的报告显示 中共每年在海外开发方面的平均支出是850亿美元 而美国每年的平均支出仅370亿美元 截至目前为止 中共在165个国家拥有13,427个项目 价值8,430亿美元 有42个国家的对华债务达到本国GDP的10%以上 由于担心腐败债务和定价过高 或者由于新冠疫情 一些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取消或暂停有关项目 中共一带一路项目贷款常常要求借款人 承诺通过出售自然资源来交易现金借贷 一带一路项目还涉嫌腐败 根据ADATA的报告 涉及10个国家 总价值412亿美元的至少47个专案 被指涉嫌腐败或侵权 在所有一带一路项目中 有35%卷入腐败丑闻 劳工违规 环境危害和公众抗议 有分析指出 中共以经济利益笼络世界各地欠发达国家 甚至美国盟友 落后的美国极其直追 提出新计划抗衡中共无可厚非 重要的是 因重建更加环保透明青年的国际规则 这也是美国等七大工业国家集团 预期重建更好世界计划的初衷 国际社会寄望这一新计划汲取教训 不要成为一带一路2.0 不要为了经济增长而牺牲环境利益 西方国家在推行计划时 透明度会比中共更高 避免重犯中共一带一路倡议 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各种问题 同时尊重发展中国家的选择 拜登这趟欧洲行先后参加20国集团与联合国气候峰会 将于2日稍晚启程返国 此行他又哭又笑又道歉 评论称 这个全世界最有权势的男人 在这次访问欧洲行程中 崭新了真性情的一面 一日 在苏格兰格拉斯哥 拜登为前总统川普 当年领导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向世界各国领导人致歉 前一天在罗马 他提到早逝的儿子与教宗时几乎落泪 法新社报道 比较历任美国总统川普充满男子气概 奥巴马展现圆滑自信 拜登则是流露真性情 拜登不理会政治人物道歉就是软弱的信念 总是把抱歉挂在嘴边 他会因为迟到道歉 为占用太多时间道歉 为太枯燥而道歉 也为了表现没有其他人好而道歉 他的道歉常伴随委婉自嘲 每当第一夫人吉尔在场时 拜登最爱的开场白就是 大家好 我是吉尔的老公 拜登面对坏消息的反应 则通常是一笑置之 拜登推动免费社区大学的计划 上月没有获得国会支持 他在结果底定后开玩笑说 担任社区大学教授的吉尔会把他踢下床 不过白宫有很多房间 拜登一日因为川普领导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让美国没办法对抗全球暖化而致歉时 他的道歉方式也很拜登 先为了道歉而道歉 他说 我想我不该道歉 但我还是为了一个事实道歉 拜登前一天提到 2015年因为脑癌失事的长子波伊时 则是情绪溃低 他起初不愿意回答记者提问 这次与教宗见面对他有何意义 称这是私人事物 但当回想到波伊过世后 教宗方吉各访问美国时 曾向他们一家表达支持 拜登就克制不住情绪 他以哽咽声音说 伤痛仍记忆犹新 而教宗起到了让他熏泻情绪的效果 拜登不只在私生活方面感性 在政治上也是 拜登把自己塑造成中产阶级桥 在宾州史克兰顿和特拉华州土生土长 对于政治人物来说似乎太阶地气 至少这是他要塑造的形象 考虑到他的年纪及现在承担的巨大责任 拜登的公共形象变成了一位睿智但俏皮的年长大叔 但比较温和的批评者说 对华盛顿这个政治丛林的内部斗争而言 拜登太过软弱 他们强调拜登甚至没办法让自己的政党 在国会支持他的庞大基础建设与社会福利计划 严厉地批评者把话说得更狠 他们质疑拜登的心智状态 甚至认为拜登在白宫只是傀儡 布兰登加油已经变成了辱骂拜登的暗语 在全美各大体育赛事场合出现 拜登就职已过去九个月 他在这段期间无疑经历许多挫折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最新民调显示 多达54%美国民众不满意拜登的表现 仅42%满意 民主党则忧心输掉二日的维吉尼亚州州长选举 使得明年的国会期中选举蒙上阴影 不过多愁善感的拜登 似乎不受这种酬云惨物氛围影响 他被激怒了 顶多说一句拜托老兄 民调总是起起伏伏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妄为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